這條數是想和大家解釋一下答案 首先這題目是告訴你一班學生有32人 期間裏面有12個class committee 所謂的班代表 一個我們叫subject committee 就是科代表 好嗎? 期間裏面有9個學生 只是普通學生 這條數的辣點就是它有重疊 期間有某幾個學生既是科代表 做到這題目怎麼做呢? 答案方便是用傳統香港式的答案 我不太喜歡的 我喜歡set equation找個空間 為什麼set equation找個空間呢? 因為題目講了有32個學生 換句話說 12個加15個 因為它有重疊部分 減了重疊部分的x 再加上9個學生 就是全班同學 這就等於32 這條數字找到x就等於4 代表了有4個學生既是班代表 亦是科代表 那我就喜歡用這種方法 不喜歡傳統的那些答案 就是反過來減一下 這個就比較難想 我反而喜歡用set equation找個空間 就較為王道 我推薦這種方法 好了 第二條就是問你 我抽三個學生出來 期間裏面 subject committee 這個所謂的科代表 是要多個一班代表的 代表有很多個可能性 做這些數字 首先把可能性寫出來 我先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三個都是班代表 那一定多個 不需要討論 第二個就是兩個班代表 再加一個什麼都沒有 或者它是什麼 我們叫做科代表 兩個科代表 一個班代表或者什麼都沒有 兩個可能性 OK 然後第二個就是什麼 一個班代表 兩個luffing 什麼都沒有 一定大個 但這條數字的答案 詭異地方學生 我不是很滿意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它在這個situation裡 牽涉到 連這個所謂的 我們叫做 班代 即是那四個學生 重疊那四個學生 計算下去 為什麼 因為重疊那四個學生 其實有兩個看法 因為既是班代表 亦是科代表 如果假設 我們當它是這個所謂的 subject committee 那當然可以 兩個subject committee 剛剛才認同 但是如果假設 我們當它是所謂的class committee 結果就是等於 它沒有說雙等 它是大個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同意的答案 答案方面很不清晰 它的理論基礎就是 原來它是有戴兩頂帽 我就當它是s 所以這個situation 都算是s大個c 因為其實你等於 你沒有大個 這個我不是很同意 也不是很滿意的答案 不過不要緊 我照解釋 然後我解釋個數 解釋個數 解釋個數之後 訓母很簡單 32c3 32個學生 選三個 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因為三個是這個東西 三個放在這裏 我們只要subject committee subject committee 有15個 重疊了4個 只要是這個東西 就是15-4 加15-4 接著就是c3 搞定第一格 第二格方面 又是15-4 兩個 那就2 剩下一個怎麼辦 剩下一個 三個就會是八個 所謂的cast 因為純粹cast 只有八個 然後再加九個 九不達八 那四個怎麼辦 四個是放在這裏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因為四個那個 就算是C 也好 當它s也好 都是它大 對嗎 同意嗎 所以放在這裏 這裏是合理的 但這裏我就不太同意了 這裏就是15-4 就是一個 即是s 這個不討論 這個簡單 後面那兩個 就是luffing那兩個 即是甚麼都不是 那就是狗仔 那狗仔 那兩個 為何要加四個呢 因為四個是重疊位 可以當是他 亦可以當是c 對嗎 對嗎 如果當是s 就一定對 對嗎 如果當是c 就打和 起碼有一個是 對嗎 所以這一個答案 我不是很喜歡 但它的設計 就說 他戴兩頂帽子 都當是 所以這個都要包括在內 但出題目 當然要寫清楚 不要欺負學生 好嗎 那這裏就是分析了